你知道我妈妈她跟我说的 她说我从来没有像 就是说跟哪个女孩子 就是这么重视她 从来没有过 而且我也没有 从来也没在我妈面前 去说过谁谁谁哪个女孩子 所以她这次可能感觉到 我的那个坚定和认真 她是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 你对一个女孩子这么认真过 对 所以说你没有带女孩子回去过吗 没有呀 就是带女朋友回家 没有呀 你们不是一般都是有谈恋爱 然后会把你跟女孩子谈恋爱 就会带回家的吗 没有 我从来没有过 真的假的 真的 叔叔阿姨们你们相不相信小夫 小夫从来没有过 他没有带过女孩子回家 对 就是不接就没有礼貌了 然后那个红乳叔叔 他说双手接过 然后说谢谢阿姨 如果不接的话就不同 等于是你不同意这个事 哦 对就对 等于是不接就是看不起她 那我懂了 就汉族的规矩是这个样子是吗 对 等于是婆婆见儿媳妇的第一次的见面你 婆婆见儿媳妇 对未来儿媳妇的第一次见面你 如果说我妈妈不给你包红包 那就说明她不认可你 还有这样的规矩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还有这样的规矩吗 如果她如果不给我红包 那如果她不给我怎么办 她肯定给你 那万一她不给我呢 她本来之前她也不行了 你们说她会给我吗 那我现在就突然想着她还是给我吧 我还是想要这个红包了 那让她少放一点 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我妈妈会不会给金子封个红包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百分之八十都不会 会不会 这个是因为我送我给她吃辣肉 她才送给我的 不是 也不是因为她认可我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怎么说呢 因为我也是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第一次看见我妈妈 就是说送别人 就是说我认识的人 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 拿来送给那个吗 对 第一次 所以说你就不用想太多 那么不是 你请她吃辣肉这个就那什么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我有点表达不清楚 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明白啥 就是你不要想太多 我妈妈肯定是认可你了 就是她现在她不反对我来找你啊 这些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说 她给你讲了我身体不是特别好 就是叫你多照顾照顾一下我 就是我们俩可以来晚了 对 她不会就是说我在成都她不准我下来 但是还是她说反正没事的时候叫我回去成都陪陪她 那你有时间了一起去你可以去成都了你可以陪我妈妈逛逛街呀这些哎挺好的好不好可以吗好好吗 我就多挣一点钱然后到时候逛街的话可以给她买阿姨买东西不用呀你给她买什么我给她买就行了 我跟她逛街你又不去呀你拿我卡就行了不行 那怎么可以拿你的钱买东西送给别人也没有这样的说法我可以自己多挣一点然后到时候去买阿姨一般喜欢 不用真不用他他他他会给你买的你放心 militar吧我你不用你不用给我妈妈买他你跟着 daar去你就知道我妈那个状态了 你知道吗天天就是shopping shopping 就是他很喜欢买东西的走走走走走走 衪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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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衪衫衪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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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衪衪衫�給 Interestingly, they don't help something to wearing She does she does, don't to be in 回家了诶回家了不 会回家了呗 叔叔阿姨们 就是我妈妈 就是跟金姿 就是说这次这个表达的意思 应该是 还是很喜欢金姿的 对不对 对的 咱们扣个一 只扣一个一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是认为我妈妈很喜欢金姿的 就咱们扣一个一好不好 只扣一个 我统计一下 我看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 一个一就行了 不用扣四五个 就扣一个 这样才好统计 就一个 对 就一个一 你看金姿 你发现没有 所有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他们都 他们理解的都是 我妈妈认可你了 然后才会送你礼物 然后叫我给你带话 还邀请你去成都玩 知道吧 这个就是 你不用去托显的 等咱们你这个腊肉弄完了 就跟我一起回成都 去见我妈妈 那你们把我那个 就是后天直播的那个 分享腊肉 那个预约一下直播好不好 因为我怕你们到时候 我想要精致的腊肉就错过了那一天 对 哇 库号哥来了 对 预备一下 库号哥好久不见 对 库号哥好久不见 库号哥是孙哥 对 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都是 赞同这个腊肉 而且就是我妈妈认可了 那叔叔阿姨们 你们认不认可 认可的咱们打个认可 认可我们两个吗 认可我跟副哥吗 谢谢阿姨们 就我们呢 得到大家的祝福 就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互相鼓励 一起努力 那今天晚上你要不要去 跟我一起去我妈妈那里 去你妈妈那干嘛 好事呀 可以去呀 要不要正式的 跟我爸爸妈妈他们见过面呀 我和他们见面还不正式吗 我今天 那我得 以前不算 那我得回酒店换身衣服 叔叔阿姨们 让福哥今天晚上 在隆重正式的去 拜访一下我的爸爸妈妈 好不好 好 因为我妈妈她因为生病了 她就没有在这个农村 她在镇上 我们31号下午2点 给大家分享腊肉 喜欢想要买金字家腊肉的 咱们可以预约一下 点个关注 那个小狗 一会儿给他安排了 一点都不听话 他原来咬过你 他追我 你干嘛 跑了 我们走这边吧 我们不走那吧 走这里到人家家里去 能过不 那边 过不去 你不会买呀 到时候旁边有人可以学一下嘛 是不是今天叔叔阿姨们 帮忙点点赞好不好 帮忙点点赞 今天的天气也好 心情也好 对的 这媳妇太可惜 父妈妈肯定是喜欢的 所以会送非常好的礼物 像这种东西 福哥你别说话 不要吵嘴 我问叔叔阿姨们一个问题 叔叔阿姨们 这个东西贵不贵 你别说话 你不准说话 叔叔阿姨们 这个东西贵不贵 就是因为我怕太贵了 到时候人家阿姨就是 因为我觉得太贵的东西拿给我的话 就是感觉有点 不贵 不贵 就是我配不上 你知道吗 不贵 那贵什么贵 不贵 贵我看一下 不贵 不用看 不用看 你手机给我 不用看 不用看 肯定是很贵 对不对 不用看 不用看 肯定是很贵 是不是 不贵 贵什么贵 那你为什么能打我手机 不贵 不用看 你手机没电了 我看 有电 这个其实刚刚有个叔叔说的话 很好 你心态要好 这就是一个认可 贵不贵不重要 你知道吗 可是我担心 如果太贵的礼物 我真的 我觉得我招架不住 叔叔阿姨们 太贵的东西 对我来说 我都保护不好 对 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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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只是 心意 知道吗 这是一种心意 但是太贵的心意 我真的 它还多得去呢 它还多呢 待会给你拿个好的 待会给你拿个手镯 我觉得它有个手镯 我特别喜欢 我叫它给我 它不给我 可是太贵的东西 我怕我保存不好 到时候万一 被我弄丢了 那我 如果说 我说它有个手镯 是我外婆给它的 那个手镯 如果说你去我家 它给你呢 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你怎么可能会给我 它怎么可能不会 你的外婆给它的 怎么可能会给我呢 它会给你的 是 外婆给它 那它会给它的 女儿 你有没有 没有妹妹 没有妹妹 你没有妹妹 没有妹妹 那它应该会给它的 女儿的 没有 如果说 它把那个给你的 你就那个要一直保存好 要保存好 为什么呀 船中接待 你说什么呢 没有 船家之宝 不是 就是 那个 那个有寓意的 对 我说到我外婆 我就想我外婆了 你外婆怎么样 身体好吗 外婆 外婆 挺好的吧 应该 现在 应该在 看着我吧 没事 不提这个 在看着你 对 好吧 不提这个 我外婆对我老好了 真的 那时候 对 那个是我们汉族的传统 到时候 那个你一定要保管好 他会给你的 还没有给我 你就已经在跟我说 这个事情了 万一他不给我 我会比较失落吧 因为我看到他们说 这个是认可 你当儿媳妇才会给 那如果他不给我 我肯定心里面就会 我们说 三不取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三不取 因为给你那个 给你那个手镯的时候 是你过门了 然后才会给你 没结婚以前 他不会给你的 哦 你知道吧 哦 这样呢 对 嗯 那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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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第一次去 他也不会给你的 第一次去 他也不会给我 对 他是要那什么 就是单天 那天 单天给你 就结婚单天 对 是很贵的东西了 贵不贵不重要 寓意特别好 知道吗 对那个是结婚了才给的 对叔叔阿姨们 叔叔阿姨们都都知道 哇 这儿的大山好漂亮呀 这里的风景美不美 对 太漂亮了 风景美吧 对 毕竟成都 多包容它 对 我再给我妈妈讲呢 因为 这次我说 我回去跟我妈讲 我说 那个腊肉是人 金字轻手做的 你知道吧 真的 哇塞 走 走 咱们 金字美女好可爱 我看到你的屁股上面 没关系 没关系 叔叔阿姨们 副哥的裤子都打脏了 没关系的 我看我哥哥的副手 给你拿一条 不用 不用 要不要拿个哥哥的裤子 给他换一下 叔叔阿姨 不用 不用换了 有啥 你们说 要不要给他换 要不要给副哥换一条 不用 不要 你裤子上全是泥巴 好的 王大妈 那个您点个关注 那个 有时间的时候 就可以看我们直播 好不好 对 你点个关注 然后可以预约一下 我们后天的直播 对 不用换 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 给大家打击约 没事 有点泥巴 是因为 就是好多叔叔阿姨 在我分享腊肉的时候 他没有时间 也不知道我开播了 但是你们抢不到 他把你们到时候也抢不到 因为这垃圾本来就是做工 它是比较复杂的 哎呀 过来 狗都害怕你 狗都害怕我 害怕我干嘛 为什么狗会害怕你啊 因为我不怕他 他肯定就怕我呀 哦 不会买呀 到时候再学吧 好不好 先预约嘛 好不好 叔阿姨们 就是没有点关注的 叔阿姨 咱们一起点点关注 好不好 对 只要你们有微信 然后有地址 你们知道自己 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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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阿姨们 反正这个事儿 就是我妈妈这个事儿 目前我觉得这个走下 这个事情发展的一个过程 是特别往好的方向走的 对不对 连我都觉得对 接个电话 怎么是北京的电话 不接 北京的电话属于什么 就北京的呗 靠谱了 是吧 你们觉得靠不靠谱 叔阿姨们 靠谱的咱们打一个靠谱 好不好 靠谱了 八字有一瓶了 八字 八字准备要有一瓶了 快了吧 靠谱了 男孩子不敢露面 没有不敢露面 我去烧红薯和土豆给你吃 我现在没饿 咱们就拿那个土豆当晚餐呗 好吧 就当晚餐 今天吃啥子 鸭鱼 今天吃啥子 鸭鱼 后天吃啥子 鸭鱼 不不 你咋个天天吃鸭鱼 今天在说啥呢 今天你在说啥呢 这儿风景好漂亮 对 没有那么神秘 什么那么神秘 没有那么神秘 对啊 咱们一起来看金姿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鸭鱼 鸭鱼 钓人 带我到山顶 每天吃土豆 天天吃土豆 金仔 他们问你是不是天天吃土豆 嗯 基本上 对 十天有八天吃土豆 鸭鸡 萨爽 叔叔好久不见 这就是年轻的样子吗 叔叔阿姨们 你们在金姿这儿是不是看到了年轻的样子 你们看到了的咱们打一个看到或者是抠个一也可以好不好 你们谈过恋爱吗叔叔阿姨们 什么东西啊 松鼠 松鼠是吧 松鼠 他们都说这是年轻的 天天吃土豆 你的车来了吗 我哪天带你到那上面去看 你们也浪漫过是吧 那个茶是吧 那上面有一个茶山 茶山是吧 特别好看的一座茶 那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呗 对 可以去那边去旅游去玩一下 可以啊 嗯 这里上去的话 走路可能要一个小时 走路要一个小时是吧 像你 如果像你走路上去就要一个小时 咱 这开车能上去不 开车可以上去 哦这个路就通到那是吧 对 到那边就这样转到 镜头就是是吧 镜头 非常的漂亮真的 你们想不想去看我们这背后的茶山 真的非常的漂亮 有信号 你们想去的话 打个响 我们带你们去 好不好 但今天就不去了 今天太晚了 今天太晚了 去看风景不好看 我们没有谈过 我们也谈过恋爱 比你们还浪漫 哇 浪漫是什么意思呀 浪漫是开心的意思吗 对开心的意思 就是比我们还开心 就是所有的人看到都开心 咪咪结婚没有 咪咪结婚呢 咪咪还没有结婚 她订婚了 已经订了是吧 订婚了对 然后结婚的日子还没定下来 嗯 开心哈 要去看看 我妈妈那天都在说 她说 她说你妹妹们都结婚了 她说你妹妹们都结婚了 她说你现在还在犹豫什么呀 她说 然后她说 你现在也不要担心我了 如果这个病也就这个样子了 但你再担心我也没用 你要为自己的幸福着想 你不要因为我总是拒绝去相亲 我妈妈给我说这一番话 因为她总是有人来给我说 让我去相亲 我都拒绝了 我拒绝的都是说 我现在还离不开我家 因为如果我结婚相亲了 我这边我爸妈这边的话 就是我妈妈这边就可能就 我就不能经常 反正总是不能跟自己家里一样了嘛 嗯 所以我妈妈就在说让我 她就一直在担心 她就一直都在担心 看我没有人要了 她说我老了就没有人要了 怎么可能呀 她说我老了 我妹妹们都结婚了 她说你还不结 她说你老了没有人要了怎么办 如果说你嫁到成都去了 可以把妈妈接到成都 而且医疗各方面都还ok的 对不对 那不好不方便 我们遗族没有这个规矩的 咱汉族有呀 遗族是不能把自己的 遗族是不能把自己的 那个叫什么婆婆 嗯 接到南方家里住的 你不是喊婆婆吧 你老婆的 丈母娘 对对 嗯 你不能把丈母娘 接到 对啊 金字妈妈说的很对呀 就是你老是不去相亲 但是我也不 叔叔阿姨们 你们支持金字去相亲吗 支持金字相亲的 嗯 咱们打个支持 不支持的打个不支持 好不好 因为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金字 我们那个事儿 那什么 到时候我可以把她妈妈 接到成都去 我们这边一般 我妈妈她是不会同意去的 因为我妈妈也是遗族 她不可能住到自己的女婿家里面去 我说了把你那个名字写到那个红本门上面呀 那也是女婿呀 你也是 女婿 我们汉族说的 规矩就是你还不能跟我妈妈做的地方 叔叔叔阿姨们 我们汉族有一个规矩对不对 女婿叫什么 半子女婿 女婿就是半个儿 有没有这个 有的咱们扣个有好不好 女婿就叫半子女婿 就是半个儿子 你知道吗 嗯 你们遗族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我们汉族有的 没有 有 我们遗族没有 我们汉族有 半子女婿 就是等于是自己的女婿就是相当于半个儿子 你知道吗 嗯 对 反正遗族 主要是 主要是我们这边遗族规矩就是 自己的女婿跟丈母娘两个 他就 嗯 不能那个什么就是 不能有过多的肢体语言的那种接触 不是 这个 反正就是有点有点复杂 他在 在把他接到成都你可以照顾他呀 对吧 也可以请保姆呀 对吧 因为又不是我去成都又不是和我 我妈他们一起住 对不对 对女婿就是半个儿子 对 这是真的 半子女婿 对 上次好多都说都不跟自己婆婆住一起 怎么可能跟丈母娘住一起 对不对 叔叔阿姨 不能这么理解的 但是 哦 对 还有一个你们你是有哥哥的哈 嗯 那不影响呀 这个 因为 妈妈这种情况嘛 我们 在成都的话肯定 肯定不愿意 更方便一点嘛 这个慢慢做思想工作好不好 可以吧 嗯 好不好 好 哇 哇 这个叔叔阿姨们 这个我们就那个慢慢的 以后慢慢的去弄好不好 你说 立马去落地这个事儿也不怎么现实 慢慢来 好不好 好 对 对 而且 嗯 那个 好的医院里边 咱也有朋友 干个啥也 哎 方便嘛 对不对 是不是啊叔叔阿姨们 我爬点 爬点这个 坡我就有点喘不过气 嗯 对吧 叔叔阿姨们 父亲你真的要取精子吗 如果说我有那个福分 我是真的可以取 嗯 那是必须的 如果我有那个福分 我觉得我不值得 我不配 你觉得什么不配啊 叔叔阿姨们 咱们打一个配好不好 我觉得我配不上富哥 配不配 我觉得我配不上富哥 对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啊 你太优秀了 我优秀个屁 我优秀不优秀 主要是你家里条件太好了 我觉得我配不上 我说我们家 在成都也不算什么啊 成都 我说几千万人 那啥也不是 知道吗 所以说你不要想太多 在你开心就好 你不要不要想太多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来创造的 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的那些所有的一切也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呀 现在 啊 可是不是跟我一起创造的呀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一起创造吗 哇你们家菜园子长那么好了 要一起去看一下呢 看一下 哇塞 还挑了粪 你们不要看了 这菜是挑粪 你爸爸弄的吗 挑粪来饮 就灌溉的 你们会嫌弃的 不会嫌弃的 肯定挑粪来灌溉的话 肯定会嫌弃的 不会的 挑粪来灌菜的话 会嫌弃的吧 叔叔阿姨们 不会叔叔阿姨们不会嫌弃是吧 这就是挑粪来饮灌溉的菜 就粪粪 会嫌弃吗 叔叔阿姨们可以预约一下 可以预约一下 这两人感情好就配 不会嫌弃的 这种菜才好 你知道吗 这边都还没有挑来饮它 你早上你爸爸弄的 小虎呢 小虎我爸爸他总是要跟着我爸爸走 那挺好 我爸爸说他说他后面 可能不会 就是经常让我 然后让我在家里面好好的喂猪 因为他要去收山货了 他好像有一个 就上次你介绍那程度的那个 好像找他 然后让他